第1206集 本源 宁天涯的眼睛与这不含任何杂志的一双眼睛接触 突然间感到惭愧 自己这一生经历过太多的污浊 如今再次看到这么一双纯净的眼睛 你资质不错 小家伙叹疑一声 瞪着宁天涯的眼睛说道 刚才进阶了吧 没 宁天涯有些脸红 被一个一岁多的小家伙说自己资质不错 对于几万岁的宁天涯来说 实在是有些感觉奇怪 如果真的进阶了还没什么 但问题是自己没进阶啊 这就有些说不过去了 没进阶 小家伙眼睛一亮 似乎是也大出预料之外 你分明有所得 居然还没有进阶 原风气凉的太监在刚听到的时候也进了一阶呢 宁天涯被催得几乎要撞墙 我他妈堂堂第一高手 在这小子眼中还不如一个太监 他吐血地问道 风气凉什么修为 老夫什么修为 打个比方 风气凉进阶只需要一厘米 老夫进阶 却需要一整片的钱呢 说到这儿 突然闭上了嘴巴 妈的 我跟个一岁多的娃儿说这些做什么 说的也是 小娃儿深沉点头 裤装里的小鸡鸡随得点头也一晃一晃的 你的修为也算是入门槛了 宁天涯猛的闭住嘴巴 太阳穴一鼓一鼓的 似乎全身的血液都要涌到头顶上来 我算是入门槛了 你呀的知不知道 你眼中这个快要入门的人 那是目前九中天世界的第一高手啊 你爹真是楚阳吗 宁天涯吐血的问道 小家伙鄙的翻了翻白眼 你以为别人有资格吗 宁天涯再次狂晕 本太子文成武德 仁义英明 将来君临天下 责备苍生 千秋万载 一统江湖 除了我爹 谁陪有我这样的儿子 宁天涯咳嗽两声 忍住喷血的冲动 窗子打开没有啊 本太子从来不走窗子 一向光明正大 只走正门的 两久之后 宁天涯突发奇想 你不会是某位大能转世吧 小家伙鄙怯的看了他一眼 你有没有看到一 一 宁天涯愣了愣 就是那棵树啊 那棵树就是世界 那水池就是黄泉 那区域就是阴槽 那个桥就是人鬼通道 人本是什么都不是的 一粒尘埃 随着黄泉之水涌动 进入人鬼通道 往生为人 踏上世界第一层 才具有意识 才开始挣扎 不管爬到第几层 只凭自身力量 永远无法挣脱了天 所以 无论什么层次 到最后 都只有陨灭 陨灭后 再入黄泉 不管你生前多高 但是 那时候 只会被轮回之水 轮回到你最初的状态 也就是 无意识的尘埃 才能周而复始 所以 所谓大能转世 在这样严谨的 天地法则之下 与一般婴儿 一般无二 他们 哪里有我这等天才 但是 这种事情 绝非仅有啊 那是因为 外力作用 才能保留一点真灵 小家伙不屑地说道 但是 用外力保存真灵 终究不是自己的本能 所以 将来成就 也是有限的 不得宁天涯说话 小家伙 诡异的一笑 这个世界 也有百万年 历代强者 可有哪一位 乃是大能转世 攀上最高峰的 宁天涯 大能转世 重生的事情 宁天涯 在去往九冲天雀的时候 曾经听说过 也确实是真的 据自己 据自己所知 貌似九冲天雀 几位站在巅峰的君主 真的没有这种人 本性本心 才是最强大的武器 本人本身 才是最坚固的 度势宝伐 小家伙 不屑一顾 借助外力 或气力 或药力 都不能 圣气何来 人制造的 灵药何来 人合成的 天地何来 人开拓的 借助外力 把本身都抛去了 如何能到巅峰 宁天涯 悚然动容 敢问太子 你利用那棵树 修炼的是什么功夫 小家伙微笑 那就是本源功 利用天地之间 一切本源 取其精华 取其糟粕 成大道 立本源 宁天涯 若有所悟 若是那棵树 那是世界 那么 树叶依然很小 小家伙 高深莫测地说着 身在水中 看这棵树 那就是世界 但是 当时你的位置 世界之外 还有广阔的天空啊 宁天涯突然想起 最臭的那个婆娘 就不准自己 去看那广告的事 身在水中 看着这棵树 就已经是世界了 身在水中 看这棵树 就是世界 但在当时你的位置 世界之外 还有广阔的天空 那棵树 在玉花岩水池中 也只有那么一点点 而外面 还有整个皇宫 还有下三天 万里江山 还有中三天 上三天 九重天雀 那么九重天雀 在这宇宙中 是不是也如同 这棵树一样 渺小呢 接下来的两天 宁天涯 自然而然地成了 小家伙的保护神 走到哪里 就跟到哪里 一老一小 感情居然迅速升温 天天腻在一起 也不知道做什么 铁补天 对这种情况 芳心大胃 儿子有宁天雅 在身边 那简直就是 万无一失啊 自然铁补天 是不知道 这一老一少 在一起的详情的 若是知道的话 恐怕这位 睿智的皇帝陛下 能够晕厥过去 铁羊 今天该开讲了吧 那猴子 怎么上吊的 铁羊啊 今天该开讲了吧 那囚犯怎么样了 从山下门 出了没有啊 急什么 今天还要练功呢 小家伙 翻翻白眼 突然间 宁至尊叹了口气 有种烦恼还童的感觉 自己交受徒弟 挖空心思的 给徒弟讲故事 现在 来保护这个小家伙 居然需要挖空心思 样告这个小家伙 给自己讲故事 终于有一天 宁天牙 有些不解的问道 这些东西 都很深奥的 可你第一次见面 就跟我说了 难道 真是小孩子 存不住话吗 这是圆 小家伙 神神叨叨的 圆 宁至尊 有些沾沾自喜 看来 自己还是 很有人缘的 这么个小不点 一看到自己 就觉得有缘 可靠啊 其实是我估计错误 小家伙 突然有些 傲恼的说道 你是来保护我们的 但是 我一直感觉 你的修为不高 财康入门 于是乎就想着 宁天牙正处 然后 他脸上的肌肉 就抽搐一下 然后 又抽搐了一下 再次抽搐一下 听你所听 想你所想 畅想听吧 你的快乐私塾 www.dxp8.com 这一刻 甚至有些忧远 你只说前一个解释 多好啊 缘分啊 多好啊 缘分啊 可是 后来加上的这段 真不如不假 可这几天里 若是论极得意 则真是属于 宁天牙得意最大 他就像是一个 本来已经无路可走的旅人 面前 突然间出现了 好几条路 在沙漠中 走投无路的人 前面突然出现好几条路 而且每条路都通往绿洲 这是什么感觉 宁天牙就是这种感觉 当初九重天却之上 宁天牙就知道 自己修为远远不够 要不然 雪泪寒也不会专门让自己 开着九重天 适合做这件事情的 九重天绝对有很多 为何独独的选中了自己呢 一来自己呢 是从这里上去的 二来 恐怕也是因为自己的资源 或者自己的前途 不怎么远大吧 留在上面也是浪费 倒不如回到九重天里 做些具体的事情 对这个宁天牙早有觉悟 他心中虽然觉得黯然失落 但也深深的知道 这种事情不可强求 但是现在 铁阳这小家伙几句话 与铁不天的几句话 合在一起 却给了宁天牙一个天大的机遇 他资质或许依然如前 绝对没有任何改变 但是 他却已经看到一条通天大路 而且知道了这条路该怎么走 卓对于宁天牙来说 不替是天大的造化 这一日 一老一少正坐在那棵世界树下 突然宁天牙神色一动 心有所感 貌似有异常 蓝家的人下来了 其实这几天宁天牙一直在奇怪 其实这几天宁天牙一直在奇怪 为什么蓝家的人还没下来 速度这么慢 反应这么慢 当然 宁之尊不知道 第一批其实早下来了 跟他也就是一前一后的距离 但是那批人却一刻不停 接着又下去了 风其良也感觉到了什么风驰电扯而来 你看着皇宫 我去直接截住他们 风其良如释重负 连连连点头 蓝家大长老等人一路下来 并未遇到任何阻挠 一路到了铁云城 依然是风平浪静 一时间大家都有些静怡不定 按照道理来说 这一路应该遭受伏击 或者是遭遇什么困难才对 但是现在却一片风平浪静 到了铁云城 这种感觉更加强烈 更加平静 而且诡异的是 满城搜索 居然感觉不到一星半点 蓝家人的气息 那么大公子蓝若呢 还有几位至尊高手呢 到什么地方去了 难道在这下三天融化了不成 经过多方查看之后 终于确定 在这里绝对没有他们的踪影 大长老 现在怎么办 既然找不到他们 那么唯一的可能性 就是与皇宫有关 我们去皇宫 直接将那位皇帝抓出来 审讯审讯 总能够得到消息的 是的 只是大公子他们音讯全无 很有可能已经遭了毒手啊 大家都没作声 脸色一样的阴寒 这不是很有可能 而是绝对的已经遭了毒手 从这点看来 双方已经绝对的 没有任何合作的可能 去皇宫 大长老一挥手 带队向着皇宫方向走去 百诗人同时步行 这一刻就像是千军万马 同时冲锋一般 这样的高手组队在这下三天 绝对是足够震撼 第1207集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 记得